大家好 我是纳兰小宝 我现在这个活动叫双巡活动 就是寻找熊猫血 因为我本人就是熊猫血 把熊猫血的人组织到一起 然后谁又紧急用血的时候可以相互救命 然后寻找露营地 现在我也算加入了这个房车产业大军装当中了 我现在在全国有近百家露营地 咱们露营地就秉成了平价 就是收费 就是房车包括用电三十块钱 不用电就收十块钱 停车费 因为咱们是自驾车露营地 有三分之一是房车 有三分之二是自驾车 所以说这样 他俩相互着捆绑着 然后联营的露营地商家就非常认可 因为光房车 你到这没有太大的消费能力 人家不太欢迎 但房车有一定的广告效应 等这个自驾车呢 他去了吃饭住宿都会有消费能力 而且咱们跟老板谈的都会打折 咱们的露营地呢 都在特别偏远的地方 远离市区 特别圆生态的地方 都是找这样的 度假村啊 农家乐啊 山庄都是这样 这些地方 现在我在海南的海口市 今天给大家聊话题啊 这个一些人不太注重的这个行车安全的事 就是房车 也现在不是去管房车 就是你不论所有的出厂的车 他使用的轮胎都不是大品牌的轮胎 特别是你像房车呢 车辆又自重比较重 这样呢 他就是对轮胎的这个要求就比较大 轮胎出厂的时候 他说能跑 基本上在五万六万都是这样 跑跑这么远 其实是那会就不安全了 基本上就是我建议啊 你买回去的房车 其他车当然先不说啊 就说房车 你轮胎照着跑三万公里 你就把它换了 因为那个轮胎都不是大品牌的轮胎 因为房车跑三万公里 可能就两年啊 或者是更长时间 有的人呢就是时间长了 他这个时间长了呢 由于这个风吹日晒 紫外线对这个轮胎的伤害也特别大 所以说呢 你跑到三万公里的时候 就把轮胎换了 要听我的 这个我首先也不卖轮胎啊 一个轮胎也没几百块钱的事 但是对你生命中有个保障 去年有一个车友 就是因为轮胎爆了 车翻了 这个那个车他就不说了 那就是就是啥 所以说这是我身边的朋友 最后车等于报废了 保险公司赔了一些钱 车报废了 自己损失了几万 就回来也就拉倒了 所以说你别沾沾自喜 你说我这轮胎 轮胎哗挺好呢 那个轮胎这个用肉眼 你是看不出来的 每年因为就是爆胎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 美国的 就美国因为这个纪录片 这个美国就是因为在爆胎造成的交通事故 非常非常大 咱们国内也有 只是咱们好像没有这个数据 咱们也不知道 所以说呢 我奉劝你 就你的轮胎 不管你是单胎还是双胎 不要看带花 就说我看着带花还挺高的呢 跑到第一查轮胎 你跑到三万公里的时候就把它换掉 因为第一查轮胎都是厂家为了降低成本 这所有厂家都那样 不是针对个别厂家 所有厂家都那样 没有一个厂家给你 就是出厂的轮胎是大品牌的轮胎 没有 都是些中小厂家的这个轮胎 所以说呢 因为房车本身自重又重 然后呢 就是又由于你时间长 因为你要是小车可能跑的多一些轮胎 这个房车跑的少 风吹日晒 对轮胎的损害非常大 所以说在三万公里的时候 果断的就把它换掉 这个当时有可能会损失俩钱 但是呢 对你生命绝对是会有保障 这个轮胎爆胎一般出事都是大事 特别是前轮 所以说呢 好多人呢 你因为本身又没有太好的驾驶经验 然后你我这个车出现过一次爆胎 因为这个现在已经跑了十二万公里了 现在已经换了 马上就换了第三车轮胎 所以说呢 到三万公里你就把它换掉 别太觉得 哎呦 看着轮胎花挺高 不要那么想啊 那么想是错误的 一切的一切 湿和远方 首先是建立在安全安全安全的基础上 只有有了安全才有十和远方 听我的我都有多少年的临床经验了 那个我从18就开始开车 今年都52了 你说我对车有多深的感情吗 走了开了多少年的车吧 所以说呢 听一些中言 中言有时候会拟耳 好了就说这么多吧 拜拜了拜拜了 一定要记住啊 轮胎安全 拜拜了拜拜了 拜拜了